好端端的行李箱出國 一趟回來變成這副德信 讓簡小姐看傻了眼 驚嚇的狀態 因為從來沒有想到說 一個行李箱有辦法扭曲成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是傻在那裡的 結果跟我同時都 噗嚓一笑就覺得 這麼有趣的事情 怎麼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原本價值4萬多元的白色行李箱 整個凹陷拉鍊處也爆開 拖也拖不動 簡小姐馬上就向華航申請理賠 他旁邊有服務台 我只是去就是跟服務台講說 這個部分 然後我問他們怎麼辦 他們就拍了照片說 我們可以幫你送修這樣子 修復很難 因為不是每個牌子都可以 這樣子把它修復到原本的樣子 當然是賠個新的是最好的 不過不少人質疑 摔成這樣還真的修得好嗎 果真回天乏數 兩個月後華航表示 願意賠償一個全新的行李箱 給簡小姐 他們說是輸送在卡到了 才會造成這樣的擠壓 但是他們願意全部去做承擔 這對我來講是蠻驚訝的這樣 如果和簡小姐一樣 行李箱嚴重損害以華航為例 除了當下馬上反映 或是七天內提出書面申請 就會免費修理行李箱 旅遊期間也會提供替代行李箱 不過每個航空公司規定 不同民眾搭機前 要了解相關規定 才能確保自己的權益 記者華少平萬千華台北報導